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事 很多人都在感叹 身边不结婚或者晚结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 这种现象让老一辈的父母感觉到焦虑 和孩子产生许多冲突 却始终找不到问题的症结所在 针对这个问题 中国某研究中心课题组 针对2905名18到26岁的未婚城市青年 进行了深入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 你将来会谈恋爱吗 这个问题中 12.8%的青年选择不谈恋爱 26.3%的受访者表示不确定 你将来会结婚吗 这个问题中 25.1%的青年选择不确定 8.9%的青年选择不会结婚 也就是说 有34%的青年不再认为 结婚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有30%受访青年从未谈过恋爱 而进一步分析后发现 女性的结婚意愿明显低于男性 女性表示不结婚和不确定会不会结婚的人数 占43.92% 比男性多出19.29% 这说明在婚姻这件事上 女性的态度更加谨慎 看到这样的结果 可能大家都会问 为什么 女性这样缺乏安全感的生物 为什么会如此抗拒 组成一个能够为自己遮风挡雨的家庭 而是选择一个人生活 在我看来 有这样的结果其实也不奇怪 因为我身边的确有很多优秀的女人 选择不结婚 而真实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 就一个字 懒 懒得迁就别人 懒得改变自己 懒得和对方扯皮 懒得对抗莫名的麻烦 懒得负担许多责任 不要觉得可笑 让我来给你具体分析 看完后你就会明白 为什么会这样 一 懒得迁就别人 婚姻是什么 老一辈的人可能会觉得 婚姻是人生的比虚品 是到了一定年龄 就必须做的事情 可是 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 婚姻是美好人生的锦上添花 而不是雪中送炭 所以我们必须要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人 还要看 婚姻生活到底能够带给自己什么 如果只是让我们一味迁就别人 那么大多数女人会选择不结婚 尤其是有能力和经济自由的女人 就像我认识的一位女性说 我现在一个人生活的挺好啊 想做饭就做一顿自己喜欢吃的饭菜 不想做饭就叫外卖或者出去吃 不用考虑别人想吃什么 也不用委屈自己 至于家务嘛 想什么时候做就什么时候做 反正是为了自己 不需要有任何的不甘心和不开心 想一想的确如此 这样的生活让人羡慕 尤其是很多已经结了婚的女人 更是会后悔 为什么自己要放弃原来悠闲的生活 让自己陷入无尽的柴米油盐中 无法脱身 可是啊 我也想告诉你 结婚与不结婚都没有错 你不需要羡慕谁 但也不要过于悔恨 因为你当下做出的每个决定 都是最适合你自己的 懒得结婚是因为没有遇到合适的人 是因为还没有一个人 让你觉得结婚后的生活状态 会比现在更好 而选择结婚也是因为遇见了这个人 让你觉得可以让生活发生改变 至于婚后的那些不顺心 我承认他们都存在 但想一想你拥有的幸福快乐 是不是也是值得的 但如果你真的觉得结婚让你无法忍受 那我也支持你及时持续 作为新时代的女性 让自己快乐永远都是生活中的种种之种 二 懒得改变自己 我遇到过很多也想结婚 但又不想改变自己的女人 她们大多都活得很自我 对自己现在的生活状态比较满意 虽然不排斥两个人的生活 但真的不想改变自己 对于这个问题 我是支持这些女人的 因为好的感情和婚姻 一定不是建立在你放弃自己的基础上 而真正对的人也不会要求你改变自己 如果你真的需要为一个人一段感情 一场婚姻而放弃自我 变成自己都不认识的人 那我也真的不建议你一头扎进去 因为我见过太多失去自我的女人 她们活得并不快乐 而她们的婚姻也很难信服 坚持活出了最好的自己 等大队的人来到身边 在此之前好好生活这样就足够了 至于婚姻 顺其自然你会遇见最好的 三 懒得和对方扯皮 婚姻最让人恐惧的是什么 大概是那些没完没了的扯皮吧 为了财力 为了孩子 为了婆媳关系 你无法和丈夫达成一致 你被不停的争吵和矛盾 弄得筋疲力尽 这样的婚姻 我相信没有哪个女人想要 但我也想说 绝不是所有的婚姻都是如此 我认识许多女人 遇到了对的人 有伤有良的生活 彩礼意思一下就行 孩子的教育问题 夫妻两个人立场一致 至于婆媳关系 也能够妥善解决 没有哪一段婚姻是没有问题的 但只要夫妻两个人 能够一起好好商量解决 这段婚姻就是美好的 你不用因为害怕矛盾而恐惧婚姻 因为不结婚 你的确不用为这些事烦恼 但也无法感受到 婚姻带给我们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当然 这一切的前提都是要建立在 你找到了一个 能够和你同心协力 并且和你好好沟通的另一半 如果没有找到 那千万不要着急和将就 否则你真的会被一段不好的婚姻 折磨到怀疑人生 四 懒得对抗莫名的麻烦 前段时间 一位女性朋友对我说 她最近特别苦恼 因为发现丈夫和女同事举止亲密 但追问之下 对方又怎么都不肯承认 因此 她变得非常敏感和易怒 每天什么都做不了 总想找到丈夫出轨的蛛丝马迹 看着越来越憔悴的自己 她特别怀念那个 曾经无忧无虑的日子 每天都为自己而活 吃饱了就睡 睡好了就完 有空些时间就看看书 或者出去旅行 想玩就玩一天 不想玩了 也可以一整天都不懂 生活特别单纯 她说 自己实在是想不通 明明自己也能赚钱 也能够支撑自己的生活 当初为什么要结婚 为什么要让自己 陷入这样的困境 我特别理解她的痛苦 我也知道 她的苦恼 就是当下很多女性都会有的 大家之所以不想结婚 宁愿一个人 也不想和另一个人一起生活 就是不愿意和对方在情感上被捆绑在一起 不愿意让自己变得患得患失 把美好且有限的生命都浪费在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上 可是啊 这就是感情中最容易出现的问题 因为在乎 所以烦恼 让有些很小的误会变成了生活中巨大的困扰 面对这样的困境 我希望你能够放开自己 不要过分忧虑 相信是你的 总归是你的 不是你的 再挣扎也没用 当然 如果对方真的做了什么出格的事情 切切实实的伤害了你 或是你已经没有办法掌控这段感情 每天都活得非常痛苦 那我也建议你在尽力后干脆放弃 不管到了什么时候 努力让自己活得快乐轻松才是最重要的 请你一定要记得 五 懒得负担许多责任 常常听到身边的老年人说 8090后的年轻一代 没有责任感 活得很自私 关于这个观点 我其实并不否认 8090后这一代人 的确不会像上一代人那样 能够甘心情愿地奉献自己的一生 担负起生儿育女 操持家务等等责任 还毫无怨言 但是啊 我并不觉得这是自私 我觉得这叫做自我 是8090后 这一代人决心以后 明白自己该怎么活的表现 现在有很多单身女性 特别努力工作 就是为了攒钱买房 我特别赞同他们这样的做法 因为有了房子以后 女人就有了退路 也有了底气 这样可以每天按照自己想要的样子活 不需要依靠任何人 也不需要看谁的脸色 所以结婚与否又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 我并不是说让女人们都不要结婚 而是希望大家明白 是不是结婚是你的自由 不用被任何人道德保驾 只要你有这个能力上自己开心 并且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就足够了 越来越多女人选择不结婚 原因有很多 并不是婚姻不好 而是我们有了许多种活法 我觉得这其实是好事 说明社会发展了 进步了 价值观多元了 也说明 越来越多女人 已经能够有能力自由选择自己想要的一切了 我想说 不管你是否结婚 我都支持你 只要你出于真心 只要你真的快乐 一切就足以 加油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您的观看